他以前口口声声说要宠我 可是现在变得越来越霸道 总是想要控制我 还对我发脾气 我觉得他就是不爱我了 我很在乎他 但是他做事情特别任性 我没办法一直顺着他 我是为了我们能有一个更好的将来 我比他小很多岁 我以为和他在一起 他能够让着我 不让我受委屈 但是他承诺的都没做到 还总是嫌我作 我就是爱他 才没办法一味地纵容 我希望他能够理解我 多看看我为他付出了这么多 我真的不想失去他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王31岁来自河北餐饮馆里 有请 小李22岁来自黑龙江学生 有请 欢迎老妹 女朋友 女朋友 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听说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给人弄冰箱弄的是吧 也是我自己的努力吧 因为我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 然后我请我的室友们去吃资助嘛 然后因为那天东西挺多的 我就把手机落那了 他是那个餐厅的经理 他就捡到我手机还给我 这样我俩才认识的 他就是觉得我太漂亮了 然后被我的魅力折服了 然后就开始追我 但是我一开始根本就不同意 但是他这个人 特别细心 脾气又好 就对我每天宣寒温暖的 有几次就我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就给他打电话嘛 然后他立刻就放下手中的工作 一个电话就来帮我 因为我这个人就挺粗心大意的嘛 有一次我不在家 然后就忘记交电费了 我家冰箱里那些食物也什么的 就都坏了都臭了 我就想找我几个同学去帮我 可是他们都不愿意 我说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就给他打电话 他二话不说 就来帮我把冰箱清理了 然后还给我填满了 就好多我爱吃的零食呀什么的 还有饮料 听说你还拍了照是吧 对 哇 真整齐哎 这都是你买的 对 我买的 我要记得他的爱好 兴趣爱吃的 什么事都怕专业的 你看人家弄的这个 什么都有啊 从那之后他就总是找理由 就给我家添冰箱 我觉得他特别贴心 特别暖 然后就被他打动了 才答应跟他在一起 这不挺好吗 开开心心往前走不就得了吗 怎么走到我们这儿了 为啥 你听我说呀 还没玩上啊 对 说说说 今天这个就是我想来的 因为我发现他跟以前的对我不一样了 主持人你说他大我那么多 他不就应该宠着我让着我吗 他现在每天总是想掌控我 我又掌控你呀 啥事儿 咱说事儿好不好 我跟他在一起之后 我就想去做直播 他知道了之后就特别生气 然后还反对我 把话说得就挺难听的 确实是每天在直播台上 面对着一群男的 那我能让他去吗你说 可是我是把他当成一种 兴趣爱好一种职业来做呀 对对对 您播哪个方向呢 我是每天跟那些网友什么的聊天 聊啥呀 什么都聊呀 你看 为什么不愿意呀 我们不是什么都聊的 可是我觉得好朋友就应该是那种 无话不谈的呀 但是你有男朋友了 我不让你播的原因就是有我了呀 我有跟他们讲 我说我有男朋友 他们就对我没有那种想法呀 就是想跟我交朋友呀 他们主要是看你漂亮呀 我直播他们为什么不来呢 你没开滤镜 你开了滤镜他们就都来了 然后而且他为了我 就特别孩子气嘛 把工作都辞了 其实我也挺心疼他的呀 然后我就当着他的面保证 我说我再也不播了 把我账号都注销了 他总是时不时地看我手机 就为了看我有没有在直播 看我有没有跟粉丝聊天 有没有聊呢 没有 你这点自信都没有啊 主要是他年轻漂亮 主持人他就是想管控我 其实我在乎他呀 除了这个就没别的事是吧 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前女友 他跟他前女友在一起七年 前女友就是个米虫 就花他的钱自己还不上班 然后这个事是当时被他爸爸知道了 要不是他爸爸当时极力反对 他现在还跟那个女子在一起呢 对你要感谢他爸爸 如果没有他爸爸的干预 就没有你们俩段感情 然后前一阵子 他前女友结婚了 还跟他炫耀 你说哪有这种人呀 关你啥事啊 你听我说呀 他前女友结婚 他可倒坐不住了 疯狂地跟我洗脑 说他有多喜欢我多爱 我多想跟我结婚 主持人您听 他刚才已经说了 我前女友是什么样的人 这样的人都能结婚了 为什么我虽说也不小了 为什么我不能结婚呢 可是我俩年纪差那么大 那我肯定不能这么草率的 他根本就没站在我的角度上考虑问题 你这就不对了 结婚又不是比赛 但是我是真的喜欢他呀 我不喜欢他 我能和他谈婚论下吗 还有更可气的呢 我那会儿不是在犹豫吗 就是我要不要跟他结婚 他可倒好 他直接瞒着我 跑到我老家去找我父母去了 他跟我父母吹 说他自己开个商贸公司 开个饭店 条件特别好 说我嫁给他不会吃亏的 不是 我说的全都都是实话 虽然说这公司不全部是我的 但是我是有股份 而且车子房子都是真是有的 我想把我这些方面 跟他父母说说 没有错吧 不是 你也征求人姑娘同意 前提人家带你一起回家 你自己这回去算什么呀 我不着急了吗 对呀 他根本就没征得我同意 就是呀 而且就我俩那会儿明明才在一起几个月 他就骗我父母 说我俩在一起三年了 还说我特别想嫁给他 这不对吧 那我千里迢迢在河北跑去东北 我不就是为了和他结婚吗 我是真的喜欢他 哪谁知道呢 骗子不都这样吗 闺女也没见 来了给什么女婿 但是我是真有的 他都知道的呀 我们家缺那几个臭钱啊 对呀 我们家 还是嫁闺女还是卖闺女啊 这要嘚瑟什么呀 反正我爸妈当时就挺懵的 懵了吧 对 就懵了 没给他轰出去啊 没有 然后就给我打电话 我当时人都傻了 而且主持人你说 他前女友没结婚的时候 他跟我也不着急 那现在他前女友结婚了 他怎么就突然那么着急 跟我结婚了呢 你说 为什么 主持人 你说我这个前女友 他跟我说了 他找个男朋友 又帅 又对他好 我也让他看看他 离开我了 他有几个能比我还好的呀 不是 我以为你说 你是想让他看看 我找了一个比他漂亮 懂事 关键是爱我的女人 你着急没说出来 确实是我女朋友 这里摆着 都看到了 年轻 漂亮 比他强多少呢这是 他当时追我的时候 就是口口声声说 什么都听我的 就是对我摆一摆顺的 然后说要把我宠成小公主 现在根本就 不过问我的意见 然后总是这种 随着边边地就这么对我 这事做得欠考虑 确实不对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 网好点说 他是真心想跟我进 我想跟我在一起 那网坏的说 他就是对他前女友 还念念不忘 我就是个工具人 他不是工具人 我确实承认我着急了 但是我因为 我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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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着急结婚 你觉得还没到 嫁的那一天呢 还有啥 他后来就去了一个酒店 做餐厅经理嘛 反正就挺忙的 正好赶上我要毕业了 那本来我俩差这么多 不就有代沟吗 像他就是工作回家 两点一线的 那我们年轻人 爱玩家挺正常的呀 不是 人家今年31岁 人家也是年轻人啊 可是他跟我比 他就是老了 就应该向着我一点呀 然后有一次 就我几个同学 叫我去酒吧玩 因为我们也快毕业了嘛 然后同学一起聚一聚 就那天回家就有一点晚了 两个男同学怕我不安全 所以特意是两个男同学 送我回家 他看我没在家 就在楼下堵我 看我到底干嘛去了 主持人 我下班了 他没在家 我肯定需要等啊 我等回来的是什么呀 去外面喝酒去了 两个男人把他送回来了 主持人 能不生气吗这是 不是 你不要这么说 这么说容易引起误会 你知道吧 人家好像送我回来 你不感谢人就算了 他当时就看到那两个男同学 抓着人不放 非要问人叫什么 电话是什么 还说到我们小区 举报他俩去 我这不是为了 吓唬吓唬他们吗 离你远一点 省着他再靠近你了 那本来我之前 在班级里人缘挺好的 就跟他在一起之后 同学们聚会什么的 都不爱叫我了 这不就对了吗 你恋爱了吗 你有你的生活 他们有他们的生活 可是恋爱跟朋友 是两回事呀 就这个酒吧事之后 他把这个事 跟我爸妈说了 然后还把话说得特别难听 说我每天在学校不正经呢 跟一群不三不四的人 天天出去鬼混 也不找工作 也不学习 那我之前确认 想把直播当成工作 不是被他搅黄了吗 这只是我说的 但是我征求他父母的意见 他父母都同意他考研呢 然后我就给他抱的课外包 那你问过我吗 我爸妈被他说服了 就非逼着我去考研 那我又不想惹他们成绩 我就只能如他的愿了呗 他根本就没过问我的意见 那你的意见是什么呢 我的意见就是 我考研或者怎么样 我应该是自己主观地去想 而不是被别人逼着我 你现在主观怎么想 那我都被他逼成这样 我只能学习了呗 我也没办法呀 所以你还是要考研是吗 对 你说他大我那么多 就这种事 追我的时候 你别老说人大你那么多 多刺耳啊 可是这是事实呀 那你可以不找他呀 那不是那会儿 已经对他心动了吗 那是活该你心动啊 你得认这事啊 反正我觉得他就是在掌控我 就是想现在想让我 他还有什么事掌控你吗 什么都听他的 我不是自己在外租房吗 租房 然后他知道之后就 非要搬过来跟我一起合作 这不可以 我们都是女孩跟女孩一起合作 那我哪能同意呀 对呀 我当时就是不同意 阴谋没得逞吧 没有 我没同意 这不是挺好吗 我是主持人呢 过分了吧 其实啊 你看他读书 本来已经挺累了 我就想没事的时候看看他 给他倒杯水呀 你饿了 我给你煮点吃的 不用 我们有手有脚 但是现在孩子不岁数小吗 岁数小你说吃点东西 啥孩子 这是你女朋友 是啊 他岁数比小一点 就是你看他就是把我当小孩 我应该什么都听他 你就告诉我 有没有让他得逞 没有 这就行了 但是你听我说呀 我更生气的就来了 就是他不是有应酬吗 其实他这个人酒量挺好的 但是他就假装喝酒 跑到我那儿撒酒疯 他骂我 骂你什么 他说我现在有的都是他给的 他说我不懂事 说我多 说他跟我在一起特别累 这是你说的 因为我喝酒了之后吧 能说点平时啊 说不出来的话 不是 酒后土真言呗 对 因为他平时我和他说 你给人家什么了 当时喝酒了有点不清楚 他就是觉得 他给我送了点衣服 送了点鞋 他就觉得我都是他的了 就是酒后土真言吧 心里话终于说出来了吗 我说的不是这种 是因为平时我和他说什么 他不听 为什么要听你的呢 就是想我们俩 以后能好好地在一起吗 你千余那么多 他能跟他在一起七年 到我这儿 比什么呢 还有比这个的 比谁更多是吗 我不是比谁更多 那我就是这样的呀 这问题的核心是说 这个男人在内心里面 觉得你的一切都是他给的 你不为这个伤心啊 你为他不让你坐伤心啊 孩子 反正我觉得他挺不复心的 这就听明白了 这就算冲突最高峰了吧 那你们俩吵了架之后 一般他怎么缓和冲突呢 我俩吵架就总是不了了之的 但是我确实挺喜欢他呢 然后他之前对我也特别特别好 他对你怎么好 除了给你收拾冰箱 那是采购员的工作 他还对你怎么好 男生送给过你很多礼物吗 就衣服鞋子什么的吧 然后后来有一次 他有一个朋友办订婚宴 他就照我跟他一起去 其实我那天挺累的 我根本就不想去 但是他逼着我去 我就素颜 然后就穿那条牛仔裤就去了 他就说我给他丢人 就是这个样子的主持人 因为呀我们朋友订婚宴 他们都听说我搞得像 长得特别漂亮 都满怀期待地 等着看看我的女朋友 但是他来了 就是那种效果 我就让他回去换了 哪种效果呀 就是素颜哪种效果 穿得很普通 主持人你看看他说 他说我没化妆 就是那种效果了 当时他追我的时候 是怎么说的 说我不化妆也好看 说我素颜也是女神 也是美女 现在就嫌我不化妆 出门给他丢人了 你说他就是变了 我不是变了 那么多人都满怀期待地等着 那有点落面子了 那怎么着呢 回去化没化呀 没化我都没去 我特别生气 然后我就发了个朋友圈 老牛吃嫩草 然后还那么多事 谁是老牛 他是老牛 谁是嫩草 我 你就这么发的 就这么发的 主持人 本来他的同学 全知道是老牛 而且你看我平时 我对他多好啊 他不能这么说我呀 可是我说的不都是事实吗 那既然事实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 但是事实 你也不能当你们朋友们 自己说出来的呀 那也不是因为 这点小事就 疯狂给我打电话 为了让我删朋友圈吧 我那天特别生气 然后就没删 他就来找我来了 非逼我删朋友圈 删了吗 删了 但是这件事之后 我俩就挺不欢而散的 我都不想理他了 散了吧 也别不欢了 还有呢 而且他这个人 有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 他特别霸道 就是他送我的东西 我不要都不行 他以前给我买过 那个死亡八笔粉的口号 我觉得丑死了 我根本就不想涂 他非逼着我涂 那也不是丑啊 因为你长得漂亮啊 你这种东西 能驾驭得了啊 不是 你看他这个时候 说我能驾驭得了了 那我那会儿 素颜出门的时候 怎么就嫌我给他丢人呢 不是 因为你没有抹 那个死亡八笔粉的 那个口红 你要抹了就行了呀 那根本就不好看呀 行 行 行 强制性 送你东西呗 还有啥 对 然后他也强制性 非送我一条狗 我才不养呢 他可倒好 他就开始跟我清算了 让我把他送的 那些什么衣服呀鞋 都还给他 还给他 好吧 我还给他 他还不同意 我那时候说 他是气欢吗 那不是 你说他原来说过 上学的时候说喜欢狗 我给他买一条 我就说我上班时候 不能陪你 你看到狗了 就能想起我来了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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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不对 怎么就要看到狗 就想起你了 就是他不高兴的时候 能逗逗狗开心 就当我陪他了呀 至少我应该问一问 我想要不想要吧 他总是这样 就是自己想干嘛就干嘛 根本就不考虑我的感受 那你想离开他吗 姑娘 我不知道 所以今天才来这儿的 所以你还挺享受 这头老牛对你的好 对吧 但是以前觉得 他占有欲强 是因为喜欢我爱我 可是现在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真觉得他好看 好看 我自己喜欢的 行 都是最好的 我要说的 不是这姑娘好看 还是不好看 就容颜这件事 不是他们说 总会随着时间 就慢慢地变了吗 那万一他不好看了 你还爱他吗 爱 那你爱他什么呢 刚开始认识他时候 就被他温柔 活泼打动了 现在呢 现在也一样 活泼 活泼 但是 这活泼 30岁以后 他再活泼还行吗 可以啊 理解了 行了 我没啥要问的了啊 这个感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师们看得已经很清楚了啊 那接下来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男生真的很多地方 确实要批评 他一味地让你听话 你又不是他女儿 哪怕年龄再悬殊 那也不是一个要听话 而是两个人要一起对话 但是我还真看出 他对你的爱 那是真的 只不过呢 他急功近利 他到你的父母家 虽然未争得你同意 但看出他对你爱的唾弃 他虽然希望早点和你结婚 但是又愿意出钱 支持你去考研 这一切都是他的优点 有掌控 但是更多的 我认为里面也有呵护的成分 年龄有了悬殊以后 我们都要正视 可能存在的 有一些认知的不同 这就要相互包拢了 女性是感性的 只要你对他真的温暖 真的宠爱 你放心 不用你自己说 他死死地钻到你的怀抱里 你明白吗 黄红兄这段他肯定不认同 我认同一句话 二十岁的女人好看 不是这个人好看 而是二十岁好看 一个女人到了三十岁之后还好看 就不是靠这张脸了 得靠你的气质 你的内涵和你的性格 但这姑娘往这一站 性格没有太多吸引我的地方 其实姑娘我要跟你说一句话 你今天站在这儿 你最应该有危机感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会因为一张脸 而宠他一辈子 宠爱这件事是好事 但是如果一个女孩子 就是视宠儿娇了 各种要求也开始作了 这其实是对我们自己不负责任 二十多岁的姑娘 大好年华 应该干点正经事 想点正经营生 我该怎么进步 那样的话你知道 你到了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的时候 你才是女神 然后这个男人看你的时候 眼里才能够有小星星 才能有光 这才是一个女人 真正的一个竞争力 就算是一个人再宠爱我们 对我们再好 我们该追求的自己的东西 一点都不能少 你现在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女孩 嘟着嘴是吧 说话声嗲嗲的 特别不像女大学生知性的青春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男生啊 他二十二岁 将来你们是不是能结婚过日子 这另说啊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别用你自己的宠爱 把他坑坏了 该鼓励他学习是鼓励他学习 该让他走上社会 还要走上社会 多摔几脚 让他知道自己身上是有不足的 这其实是对他好 还有就是 你别老是一天到晚地跟人粘在一起 人性是渴望距离的 没完没了地对一个人好 其实就是一种控制 要学会给他成长的空间 跟一个人在一起 发现自己变得更优秀了 这样的人才是最值得爱的 谢谢苏老师 女神就是不一样啊 来 下一个女神 女孩特别喜欢嘟嘴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她嘟嘴啊 她是不是一跟你撒娇就嘟嘴 她一嘟嘴你就受不了了 是 所以你很宠爱她 很爱吗 很爱 有多爱啊 做什么都行 她说不喜欢死亡芭比粉的颜色 为什么要给她买呢 不是很爱她吗 她不想要狗 为什么要给她买狗呢 爱里边有控制在 还是爱里边有嫌弃她 没有化妆的容貌在 在我的感受当中 爱是应该跟她在一起 让她变得更好 更优秀更优雅 这不是你要的爱吗 可是你的爱人 自从跟你在一起过后 变得只会嘟嘴了 变得只会撒娇了 没有办法正常地懂得 如何去工作了 既然你比她年长 既然你是在职业当中 有过职场经验的管理者 她去做主播 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主播 引导呀 怎么废了她呀 什么是爱 在我看来爱是成长 至少得让你的另外一半成长 所以你根本不爱她 你只是因为年轻漂亮 能给你戴面子 所以你当时在朋友聚会的时候 一定要让她化妆 让你显得很有价值 同样对女生来讲也是一样的 你刚刚说你做主播 陪人家聊天啊 大家一起当朋友 职业里边是朋友嘛 工作是讲职场规则 你是交朋友 那就不是职业 所以难怪你男朋友 对你不放心 如果跟一个男人在一起 让你变得都不知道 怎么去做人际交往了 让你变得越来越像小孩了 是不是很可怕了 所以我倒觉得 你们的爱情到今天 感染为止是最合适的 谢谢周老师 来 陆琪老师 你的脸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周老师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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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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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规划你是因为我不想你走过我原来的路子 最起码你是一个女孩子 你走到外面 你现在和我在一起 我不想让你吃亏 受委屈 不想让你以后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说我喜欢你哪里 其实挺简单的 我看着你我就想笑 我看着你吃东西吃饱了 我自己就已经笑了 我确实有错 我会改正 我不希望你走 我刚刚听了主持人的话 我自己 我挺怀疑的吧 我不知道爱是什么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谢谢LEAF的情侤 好了 谢谢 主持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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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